各位媒體朋友晚安 大家辛苦了 蔡英文總統今晚透過這個機會 來發表我國與所羅門群島外交情勢相關的聲明 我們請蔡總統 各位國人同胞 就在剛才我們終止了中華民國與所羅門群島的邦交 對於鎖國政府跟中國建交的決定 我們要表達強烈的遺憾與譴責 過去幾年中國一再透過金錢 政治上的壓力 打壓臺灣人的國際空間 我們也要給予最嚴正的譴責 這不僅是對臺灣的危險 更是對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和破壞 多年來臺灣對邦交國的態度 就是當一個真誠的朋友 竭盡心力 誠意待人 但是面對中國的介入打壓 我們也絕不受威脅 不會任人予取予求 我要強調 臺灣不會和中國禁足金錢外交 應付不合理的要求 這不是我們做外交的方式 更何況中國的金援承諾 經常只是空投支票 而臺灣為鎖國人民所做的 特別是醫療 農業 教育文化上的協助 也從來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 明天起 我們將會將我們的使館關閉 而且撤回所有派鎖國的技術團 以及醫療團的成員 我們很感謝這些為了兩國的邦誼 奮戰到最後一刻的外交戰事 他們未完成的合作計畫無法持續 確實很遺憾 也是鎖國人民的損失 但既然這是鎖國政府的選擇 我們也只能如此回應 儘管兩國斷交 我依然要感謝這段時間當中 鎖國國內支持臺灣的朋友和人民 也感謝國際上協助斡旋此事的盟友 邦交生變的確是一個挑戰 但臺灣在全世界還是有許多好朋友 與我們並肩作戰 我們並不孤單 這幾年來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國正透過斷我邦交國的方式 和各種加壓的手段 打擊臺灣的民心士氣 迫使臺灣接受一國兩制 相信 2,300 萬人民的答案都是不可能 臺灣超越政黨 榮獲對兩國關係有不同的看法 但不接受一國兩制 是臺灣最大的共識 我們相信 挖走臺灣的邦交國 就算能夠製造一時的輿論 對兩岸關係的發展 終究是百害而無一利 中國的舉措 無論是針對軍購F-16展開報復 或者是為了香港反送中事件 移轉焦點 都不會影響臺灣人民的信念和團結 臺灣要用行動告訴全世界 我們不會放棄提升臺灣的國防戰力 我們更不會放棄對民主的堅持 以及對香港的聲援 我們會繼續激起走向世界 不論是邦交國 或者是非邦交國 中華民國臺灣 會一直跟世界交朋友 如同所有其他主權國家一樣 各位國人同胞 在未來這段時間 來自中國的壓力只會更大 不會更小 但是臺灣人民不會屈服 中國影響臺灣政治和選舉的企圖 也不會得逞 面對中國霸凌 臺灣必須要勇敢緩解 走向世界 我們沒有退路 不能夠萎縮妥協 我們必須一直對外 走出自己的路 謝謝大家 謝謝總統 我們今天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媒體朋友辛苦了 謝謝 感謝你 謝謝